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无不重视诗造化 李柯连也把牛作为最好的老师 对牛观察入微 又画了大量的写生 在长期的探索磨练实践中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柯连先生习惯在安静的环境中作画 他精神高度其中 每次作画都以研磨揭开戏幕 一面研磨 一面凝神构思 让自己的感情进入艺术境界 柯连先生画牛从木桶开始 他的木桶大都是用羊毫笔 蘸笼墨墨画出的 笔尖非常柔软 形笔很慢 线条凝重有力 如锥画纱 立透纸背 动笔之前 他对整幅画的利益 情趣 构图 寂静 都经过通盘深思 做到成如在心 意在笔先 处处落笔继成 他画木桶心末如今 线条简直不可再减 而神态生动 天气自然 两代张封辽 画龙最后